昨天是下了一场大雨 好像晚上也在下 我看看咱们家这些圆锥绣球 都有没有发芽子 这是去年的一些圆锥绣球 这有很多很饱满的芽点 目前我们山东室外 这些个就是露天野生 盆栽的一些圆锥绣球 那还没有发生机 很容易的 比较着急 老发疑我看你们的花都开不开 其实你没有看到室外 室外很多那种 还是那种 果然那种饱满的芽点并没有出芽 这边呢我看看 这个地方的风很大的 这个地方的风很大 正好是在一个风口里面 所以说冬天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 这边零下十几度肯定是有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都像那种树边上那种小柳芽一样 都在抽芝抽芽 比如话说这边呢 怎么你们没有修剪了 那边呢你们却修剪了呢 去年的那边 它长过一种自调的一个状态 不是特别的理想 还有一个呢 我们确确实实也是没有什么时间 不可能过到那种 就像你们想象的那种 我们也是有待于一种实验和一种摸出 看看剪了以后会不会长得更好 这些个呢也就没剪了 没剪的话 不过到后期也会剪的 得控制一下 要不然长得就太乱了 这都是去年的叶子 所以说圆椎绣球呢 全国各地都可以去挑战 在我们山东地区露天的一个盆带都动不死的 很多的话我可能说怎么都比较大哈 有小的也有小的 这个这个是什么时候就是卖的 一般是在夏天的时候 你知道晚上会 就是春天的时候是卖一些大哈 有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开始卖一样 这个东西一年实际都可以 还有更小的 这边就是一些小的了 很多话说这不都死了吗 这没死 你看上面都是一些鼓鼓包包的 这些都是小雅典 看到没 这些个 都是雅典 今年这种的价格就应该很内定 这种等我们生产机里算出来成文就可以 然后呢去年一直跟法伟妹说一个事 就是大花水雅木这个事 在这呢 这边这些呢就是大花水雅木 很多的步伐商家呢就会拿着大花水雅木来冒充圆锥绣球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你看大花水雅木呢 它的这个杆子会长得很粗壮 很粗壮 你一看就是那种灌木 有的人说大花水雅木跟圆锥绣球什么区别 区别呢就在于大花水雅木会长得快 它的观赏价值不如圆锥绣球 所以说呢它价位就会便宜一些 然后呢 长得也比较快嘛 就会中间会产生很多的一些个粒 所以说呢它们就会拿着个冒充 看花基本上是不怎么开 开的花也小 圆锥绣球开的会很大 花期也很长 长得也相对来说较慢 这个就长得很 一个点盖才一下就行 好了圆锥绣球呢 花边就别急了哈 我们现在全部都是露天 室外 盆栽放养的 如果说着急的臭宝 你就得等等了 得到夏天 就是再快再快得两个月吧 两个月左右才能 哼 你们看到花包好了 晚宇圆锥绣球的一个工作汇报 给各位画有汇报在这了 就不错就点个赞 其他养号问题呢 下期再跟你们聊 不乐欢迎养号就算一 拜拜